美育通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傳老師 歡迎你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在這個禮拜 滿精彩的 因為前半週是在創歷史新高 但是這兩天你會發現 哇 那個震盪好大 昨天跌了137點 今天早盤開高白點呢 盤中跌168點 到收盤呢 又幾乎快留白點的下影線 那到底這個盤震盪加劇 到底是多時空 很多人會想 是不是多頭結束了 這個盤是不是要開始出現下跌了 好 那這個未來的多空 待會兒我們在節目裡面 我會仔細的跟大家做結束 因為最起碼我們要了解盤市 它未來怎麼走 才知道說這個時間點 我到底該怎麼做 等一下迷并做解答 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這個重點 台股要怎麼解 各位你注意看 今天12月11號 將近在一個月之前 我在11月19號 那時候我就跟各位講過 台股啊 這一波的上漲 它的關鍵時間點 會落在12月上旬 有沒有 那你看喔 今天12月11號嘛 結果來到12月上旬 台北股市 是不是開始出現震盪 對不對 但是呢 最近忽漲忽跌了 然後呢 盤中或者是 或者是收盤 都是漲個白點 跌個白點 那來到這裡的時候 到底 是不是多頭結束了 台北股市 是不是到底了 好 關於這個重點 我在這幾天 我說 我們會從三個方向 來去看這個盤 到底多頭結束了沒有 第一個方向 我自己人跟他講啊 你台北股市的多跟空啊 不是我們決定的 好 就是要說 你要去看那個 國際股市本身的架構 到這個時間點 大家是偏漲 還是說真的做頭了 真的要跌了 我們仔細來看喔 這兩天台北股市 會震盪比較大一點 原因在哪裡 因為前天的時候 美國股市有跌下來嘛 對不對 但是呢 美股跌下來之後呢 昨天也談起來啊 它也是漲多之後呢 開始出現震盪嘛 對不對 你看啊 到現在為止 不管高科技股 廢半 或者是道瓊 都沒有讓你看到什麼 真的做頭破線啊 然後這地方跌下來 沒有 漲多走整理 那你美股市漲多走整理啊 可是在亞洲股市裡面呢 你注意看啊 跟台北股市比較雷同 一直創新高的 比方說這是日經指數 對不對 你會發現啊 11月份一路創高嘛 創高之後呢 最近也是比較偏整理 並沒有說因為美國股市啊 出現下跌 結果呢 它破線做頭 然後跌下來 沒有嘛 目前就在那邊走整理 好 另外一個呢 跟台北股市比較雷同的呢 是南韓股市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有沒有 南韓股市還在創新高 那我問你啊 全球股市的架構 有讓你看到空頭嗎 目前沒有啦 目前就是漲多走整理啦 你想想看啊 台北股市漲了差不多2000點啊 這兩天稍微走一下震盪 其實也沒有跌很多啦 就差不多100多到200之間嘛對不對 所以呢這算是合理的 可是呢大家會擔心啦 你會擔心原因在哪裡 因為你都在追啦 好 那我們再仔細看 那當然最近呢 在亞洲股市裡面喔 上海股市跌比較凶對不對 好 那這個原因 我有跟各位講過啦 因為川普快要卸任了 不過還在搞亂啦 因為之前 前兩天啊 富士就富士羅素指數啊 剔除8家中國的公司的股票 那是跟中共的軍工 軍工的棄院黑名單 好 那這 這是前兩天啊 在昨天呢 因應川普的制裁嘛 標普道瓊指數呢 剔除了21家的 共軍的中企 有沒有 也就是說啦 他們最近被一些指數呢 去調降一些 一些權重啦 但是你想想看啦 我們之前 台北股市也好幾次 被調降權重 那時候呢一定都會有影響 但是呢都是短期影響 那你看起來說 啊 中國股市跌下來了 可是我跟各位說過 你把時間長遠一點來看 你有沒有發現到 中國股市到現在為止 從104年 將近5年多的時間點 它現在這個禮拜算跌下來 可是呢 從越線的角度裡面來看 只不過是小跌 那如果說你中國股市呢 短線反應完之後呢 它過前高 那我可以跟他講 這個盤啊 台北股市啊 它不可能就這樣結束了 所以呢 反而指數走完整理之後 後面有沒有機會再創新高 要看什麼 後面就看中國股市 最近啊 受到那個 FUSI跟標普道琼指數 調降一些權重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說短線反應完之後呢 它又讓我們看到 開始又走上來 然後又創新高 我跟你講 台北股市還要繼續攻 所以呢 最近如果說我們從 國際股市本身的架構來看 長多久是走整理 到目前為止是一樣 好 可是呢第二個重點 我前幾天有跟大家講 第二個重點 我有時候會想不太透 為什麼到這個時間點 你會發現到 外資期貨的倉位啊 它是負數的 到昨天是負的 992口 好 我們都要把圖放遠一點 最近啊 這一個月的時間啊 外資期貨倉位一直減 一直減 連增加都不增加 它現在這個負數啊 將近是創 104年 當時以來的低點 有沒有 好 那各位 那為什麼外資 下禮拜結算啊 那為什麼外資期貨的倉位是負數 我這兩天我說 我習慣我想半天我想不太懂 所以我這幾天 我都會去跟以前的一些 投信的朋友去聊天 當然眾說紛紜 那終於聽到一個 我認為很合理 而且是蠻確切的一個答案 外資為什麼一直多單不增加 它倉位一直在減 好 各位你仔細聽 原因到底在哪裡 你注意看 這裡有一則新聞 是在11月9號 外資用反向的ETF炒會 央行報說有20家 也就是說 監主管機關 它限制 外資你熱錢進來之後 你不能給我一直買ETF 什麼叫做買ETF 我們仔細看 比方說這兩個股 這是00632 T50反一 T50反一就是跟指數相反 跟指數相反 那你再仔細看 你有沒有發現到 之前6、7、8、9、10月份 你看到外資都一直在買ETF 反向的ETF 到了11月份的時候他沒買 為什麼他沒有買 因為他被什麼 主管機關盯上嘛 他說你不能用反向的ETF來炒會 可是我的看法是這樣 你仔細看 當時外資從6、7、8、9、10月份 他把錢會進來去買反向的ETF 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的價位 連一張一萬都不到 你外資買再多 其實也花不了多少錢 可是外資為什麼去買反向的ETF 原因在哪裡 因為就法人的操作來看 你今天叫他去買全資股 當然他認為他有信心 他就買全資股 可是問題是他在買的過程裡面 他多少都會去做什麼 做避險的動作 你懂我意思嗎 法人的操作都這樣 你今天買這個 你要稍微去做一下避險 你不能把風險全部去壓多 或者去壓空 好 那當整個11月份 當整個外資被主管機關盯上之後 你看他有沒有在買ETF 沒有了嘛 反向的ETF有沒有 沒有了嘛 好 那既然你今天不能讓他去做避險 那你想想看啊 你叫外資他一直做多嗎 那就不可能了 所以呢 你會發現啊 為什麼從那個11月差不多10號之後呢 外資期握的倉位就一直減一直減一直減 那就是因為他沒有辦法去做避險 所以說如果這是真的理由的話 我的看法是這樣 未來這幾個月 你叫外資這個地方做多 然後口數要像以前那樣 來到三四萬口機率就不大了 所以以後的外資倉位可能不會太多 OK 所以呢 因為外資沒有辦法避險 所以他的期貨倉位就只好一直減 OK 好 那這是合理的解釋 那當然你問我說 到底這樣子外資是做多還做空 那就牽扯到第三個部分嘛 你台北股市到這個時間點了 你到底有沒有機會在總攻擊 同學 重點要放在哪裡 我是不是有跟各位講過 要看這個嘛 台灣50嘛 對不對 好 那各位你去看啊 你台灣50到現在為止 有沒有讓你看出爆出大量 然後不漲 沒有啊 最近都沒有這個現象啊 對吧 所以呢 你整個台灣50全職的個股 他的籌碼面還是所在哪裡 法人的身上 畢竟呢 你去看 其實你有跟他講啊 亞洲11月份 吸金超過10年來的最大 最多是印度啦 你韓國跟台灣 也有52億跟31億的美元啦 所以到現在為止呢 你就會發現到 外資多當還是 就是說現貨還是做多啦 但是問題是他在 T50反E 就是說反向的ETF 他沒辦法避險 所以他造成說 他期貨的多當不敢一直買 所以造成他縮減 所以如果說我們綜合 這三個原因來看 我覺得這盤子是掌握整理啊 更何況後面要注意什麼 中國股市啊 會不會近期整理完之後 他再創高 如果他再創高的話 我跟你講台北股市啊 多頭還會延續 只是漲多整理而已 OK好 那我們已經把三個向線 跟各位去做過說明了 可是重點是啊 那到底這個盤我現在要怎麼做 對啊 那指數最近忽然一下 漲跌都白一點啊 那現在震盪這麼大 我到底要怎麼做 好那各位我跟大家說過 今天你在做股票 你覺得啦 這個盤可以用追的嗎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啊 你現在做股票怎麼做 大家都想買低賣高啊 可是每次低檔你不買 拉高你拼命去追 你想想看喔 最近這樣的盤你會發現到啊 指數創新高之後開始震盪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漲上來的股票你去追 它就跌下了 漲上來的股票你去追 它就跌下了 像這些個股很多都這樣嘛 有沒有 有沒有是不是這樣子 漲上來的股票你去追 它就跌下了 所以我跟大家講過說 這個時間點你的操作 你要懂得去做教 好不好 那到底什麼叫做做教 怎麼去做教 我之前跟他講 我說這個盤 你不要股票越買越多 股票買得多不代表說你賺得多 而是說你怎麼樣去掌握一個 有價值型的個股 穩穩蕩蕩就做那個兩檔三檔就好 所以我跟他講說不要買太多嘛 所以呢你的重點是 到底什麼樣的股票它是低估的 如果它有營收成長它股價沒動 我說股價會還它公道嘛 還有呢 如果你的股票有產業面支撐 有題材性 反而一定進來啊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看嘛最近這一兩個月 我們持股不多 我們就穩穩當當做那幾檔 比方說 從美國選舉前 我跟你講信倉店 還沒有動啊 沒有動的時候呢 55塊左右叫你買 是不是一個波段起來 對不對 那你再仔細看信倉店 最近還在創新高啦 可是我問你啦 你要到後面再來追嗎 還是說你跟我們之前在低檔的位置區 你就先進場去嘛 你是要買低還是要追高 你思考一下喔 你再仔細看 當初11月9號 我就跟你講金相光嘛 盤了將近半個月上上下下 很多人會想說 這個老牛不動啊 你怎麼去買 我那時候就跟他講啊 9月10月營收創歷史新高啊 營收能夠連續兩個月創新高 你說它不動 我說這不合理嘛 所以呢你會發現啊 當我們90塊這個地方開始買 11月18號一開盤的時候我們加碼滿 結果飆了多少 你注意看啊 金相光 從90塊以來飆了多少 超過五成啊 可是我問各位啊 漲上來你再來追嗎 還是說你要低檔嘛 最近你追高的人啊 很多股票啊 幾乎都在套高點 可是你今天跟著我做 我說我讓你做教嘛 我們是掌握最有價值型的個股 持股不要太多 所以咧 是不是低檔買完 一個波段起來 沒錯吧 你資金比較小的做什麼 11月份的時候我還跟你講過 聲揚拜 我說這個已經底部已經出來了 結果呢 48塊8我叫你買 49塊半我叫你買 結果是不是在創新高 有沒有 沒有叫你追嘛 對不對 你再仔細看 當初11月10號的時候我還跟你講 台灣唯一有能力生產防水耳機連接器的 就叫細碼 結果細碼一個波段起來 飄多少 快三成了 我們在這裡買了 我買三次了 在這個低檔買了 結果一飄上去 你怎麼一套了 你繼續賺嘛 那再來呢 你看這個禮拜最強的股票在哪裡 當初就跟你講過 全新嘛 周先生還在底部的時候我就跟你說 因為那個時間點 信商店已經先飄上去了 信商店做的是陶瓷電容器 它是5G一個重要的原料 但5G有兩個原料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料叫做生化甲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嘛 全新為什麼它會漲 因為它也是5G上油的原物料 它又是生化甲的更上油叫做累金 所以呢有低點你就買 結果買完之後呢有沒有衝高 有沒有再創新高 再供漲停 結果呢再創新高 那我問各位 你再回頭來看 誰願意挖在這裡嘛 對不對 這裡買嘛 你看看口訊都在這裡啊 85塊三附近買進啊 那我問你嘛 你是要這裡買還是拉高座再來追 所以你今天持股不用太多啊 你只要穩穩蕩蕩地掌握個兩三檔的股票 但是它必須要具有題材性 它的股價只要是低估的話 欸我認為這樣的盤啊 它照樣去走個股表現 那當然這些個股都已經上去了 現在重點是來到12月份的時候啊 指數到現在為止漲太多了 所以呢開始出現震盪 但是如果說這個震盪你會擔心的 我就說嘛 你一定是追高的啊 不是嗎 要不然就是買一堆嘛 不是嗎 好那重點來了 那你要改正啊 好總不能說 每次都是照著以前的模式做 然後呢 漲什麼你去追什麼 結果都套在上面 那現在重點是 你12月份我們現在要怎麼去掌握 這一類型在低檔 能夠繼續走高的股票 同樣的 你要去掌握它個股的價值 那當然到底這個盤勢 12月份尤其在下個禮拜 什麼樣的個股它有這個價值 它就是往上攻 好 各位 這個重點 我待會跟大家去做解說 好不好 但是呢我要先提醒各位 因為指數也真的是漲一大段 漲多整理在所難免啊 可是呢你如果你是拼命去做追高的 那有些個股呢 在高檔那個震盪就會加劇喔 好 所以呢 不要隨便亂做 那當然如果你沒有辦法去縮減持股 沒有辦法掌握到那個 具有價值型的個股 好 那這東西待會我慢慢解說啦 好不好 但是我先提醒各位 我們現在有一個體驗價 這個方案絕對不增加你的負擔 我也說過它絕對物超所值 你可以打電話進來問 好 你聽到那個數字不是你要的就算了 但是我認為它一定物超所值 我今天希望說 把你的負擔縮小 但是我要給你的獲利是放大的 但是呢這個體驗價 我們這個禮拜結束 比如說你看到現在的這個節目 這兩三天就結束了 這兩三天就結束 所以我們這個禮拜就結束了 所以呢你想要用一個優惠的方案 幫你創造更大的利潤的 廣告之後 趕快利用這個體驗價 來電做諮詢好不好 待會我們就來看喔 下週攻擊股到底在哪裡 好不好 休息一下 運打頭顧蕭老師 年終毫里體驗價 年終毫里體驗價 過好年就趁現在 千萬別錯過這次機會 趕快撥打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打頭顧蕭老師 年終毫里體驗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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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好年就趁現在 千萬別錯過這次機會 趕快撥打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三 酒駕再犯 聚檢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沒入該車輛 四 酒駕重新考照 需強制加裝酒精索 找別人帶吹也不行 要罰六千至一萬兩千元喔 五 未完成酒駕防治教育 或酒飲治療 不得再申請考照 六 慢車酒駕也加重處罰喔 酒駕零工人 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 好 洪洪在現場喔 台北股市今天的震盪滿大喔 因為早盤就開高了百點 那盤中是跌了168點喔 不過到今天收盤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整個指數呢 它也留了超過百點的下影線 有沒有 那這兩天震盪大 可是問題是你指數就是 橫在這裡嘛 對不對 那我剛有跟各位講過啊 我們從三個向線來去看這個盤 第一個你國際股市走空沒有 目前看起來沒有啊 漲多走整理了 並沒有什麼破線做頭啊 尼亞洲股市裡面還看到什麼 南安股市還在創新高嘛 對不對 當然陸股市跌得比較多一點啦 因為最近它被FUSI 跟那個道琼的指數呢 去調降權重嘛 所以呢 這個地方稍微下跌 可是我有跟大家講 你從月線來看 你會發現到 其實它現在是打五年的大底 如果說它反應完之後 下個禮拜如果出現攻擊的話 它有機會去過前高的話 我跟你講喔 台北股市還不會結束 還不會結束喔 所以呢這個盤 你要懂得怎麼進場 當然你要懂得去買什麼股票 好不好 那到底呢個股要怎麼去做 我們有跟各位講過 大家都怕追高啦 想說指數長那麼多了 我現在買高底對不對 好問題是 你怕追高你就不要追啊 如果說這兩天你會覺得 這個盤會讓你覺得很煩惱的 我就說過了嘛 你一定去亂追嘛 對不對 當你追在高點一跌下來 那當然沒話講啊 所以呢我說 這個盤你現在重點在哪 你要去掌握在低檔的個股 但是所謂的低檔個股 不是說每一檔個股都可以買 是要去掌握什麼 股價有沒有低估 它有沒有產業面的支撐 所以呢 你今天持股不用太多 好不好我跟他說你持股不要多啦 買的多不代表你賺的多啊 不是這樣子嗎 這邊買一張那邊買一張 然後看到漲什麼去追什麼 結果都在追高啊 你穩穩蕩蕩的掌握個幾檔個股 而且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 要去抓這個輪動 輪動怎麼抓 各位你注意看喔 這個禮拜牌面上面漲最兇的 就是我們的個股 全新嘛有沒有 11月初的時候就跟你講他會動 所以我們從低檔開始佈局嘛 對不對 好你會發現到 全新這一波有沒有 到今天其實都還在創新高了 可是真的漲很多了嘛 問題是你要在這裡買 還是要這裡再去買 你覺得買哪裡比較好 大家應該知道啦 低檔買完就算他一段 對不對好 但問題是如果你今天錯失了這檔個股怎麼辦 我跟他講嘛 接下來你要去抓他市場的輪動 什麼叫輪動 因為本身身襪甲這一塊的族群它沒有問題 好這個財源沒有問題 那當然你做更上游的累積也沒有問題嘛 但是我這幾天有跟大家講啊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錯失了全新 那你就不用追了 你接下來去抓什麼 抓第一檔還沒有動的股票 比方說我們在11月底就跟大家講這一檔 你說它是5G基地台 Wi-Fi物聯網還有航太跟國防等題材 其實這一檔個股跟全新是一樣的 做同樣的生化甲的概念個股 你會發現最近法人都在偷吃嘛 我前兩天還跟你講啊 下一檔全新就在這裡有沒有 那時候還沒有過警線嘛 結果最近這幾天都這樣啊 來到警線會一直驅嘛 結果你會發現啊 奇怪這幾天怎麼搞的 開始有衝高了 對不對 所以你都不要去追 穩穩蕩蕩地抓個兩檔左右的股票就可以 很多老師都是這樣子啊買一堆啦 真的啊 反正買一堆亂槍打鳥看看嘛 結果你是會員你也在那邊亂槍打鳥 要不然就是有些老師那個群組 會員的群組一堆啊 八個十個以上 我跟你講啊 市場裡面喔 一般來講資金分大中小嘛 就頂多是普特尊了 真的啦 頂多再加一個單股左右啦 不會超過五個啦 如果你老師那個群組超過五個以上 那都有問題 好不好 搞不好是假抗訓 我說真的 那現在說我們要怎麼去抓那個 後面準備上工的個股 也就是說你下個禮拜這個盤 偏震盪盤沒錯 但問題是今天台北股 是不是流出很長的下影線 對不對 但我認為喔 震盪完之後搞不好還有機會衝高喔 尤其下個禮拜開始要看陸股喔 如果你陸股啊 五年的大底 如果說它是整理完再往上攻的話 台股不會那麼快結束啦 可是問題是 畢竟指數也漲一段啊 那你現在下個禮拜 後面攻擊的股票在哪 各位你們注意聽齁 這一檔個股我在12月7號 就有跟大家介紹 我那時候有跟大家講 它是TESLA還有Space S的概念股 什麼叫Space S 就太空說嘛 對不對 馬斯克不是要做這個嗎 沒錯吧 那這種是屬於比較中低價的 我認為它是一檔標股 原因在哪裡 因為這檔個股呢 這幾個月都在走一個打底的型態 但是不是說打底它就另功啦 你要看它股價有沒有價值啦 它去年賺2.16嘛 到今年第三季又賺2.17嘛 也就是說它今年的營收一定比去年好 對不對 有營收成長啊 好那再來 這檔個股如果你去換算它的營收的話 我認為啦 它現在的本益比啊 頂多12 13倍而已 而且它還是低股價淨值比的股票 你會發現喔 今天那盤出現震盪嘛 可是這類型的個股 從我之前介紹給你到現在你看 都跌不下去啊 而且今天還站得上景線 那代表說這一類型 具有產業面支撐 而且有價值型的個股 我認為下個禮拜它就要走公子 可是問題是你現在不先買 等到漲上來你要怎麼追 到現在為止啊 我們的持股你看 黨黨都在飆波段 黨黨都在飆波段 而且我們的持股又不多 所以呢你要掌握到這個盤面裡面 最有價值型的個股 穩穩做它個兩檔左右就好 好不好 如果說你今天掌握不到 而且下個禮拜 這檔個股即將走公級 如果說你想要知道說 什麼樣的個股有機會的 不知道怎麼做的 打電話進來問 打電話進來問 而且呢現在 我們這個體驗價 絕對不增加你的負擔 絕對物超所值 好不好 但問題是這個禮拜就結束了 這個禮拜就結束了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讓我來帶你轉波段 好不好 我們穩穩當當的做 歡迎你廣告之後 來電諮詢 我們禮拜一見 拜拜 隨身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最及時 分析師精準盤式解析 隨選隨看真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隨時隨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運達頭顧蕭老師 年終好禮體驗價 年終好禮體驗價 過好年就趁現在 千萬別錯過這次機會 趕快播檔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第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大家好 我是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 自12月1日啟動秋冬防疫專案 請您共同配合以下事項 一 前往醫療照護 公共運輸 生活消費 教育學習 觀展觀賽 休閒娛樂 宗教授